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拜登 拜登刚才在记者会上 刚刚大概上午的时候 在记者会上承认 第二批文件放在了他在特拉华家的车库里 跟这个车 跟他这个老爷车放在一起 大概放在一个箱子里 然后是福克斯新网的记者在追问他 说你放在什么箱子里 他说我就放在一个纸盒里 他说但是我那车库的门是锁着的 我的车库门真的是锁着的 大概基本上是有这么一番对话 这番对话因为他承认了 而且特拉华是在自己特拉华的车库里面扔的 因为前面一切都对比着 2022年8月8号在海湖庄园的FBI的袭击 所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拜登肯定他的律师疯了似的找 他找了他另外一个家 他大概有两个家 到另外一个家 他说什么都没有 没发现 那真正发现的东西呢 他说另外一个是拜登自己的图书馆 所以这个图书馆是不是就是 我们讲那个他的幕僚中心 有可能指的是一个地方 但这里讲的是图书馆 所以并没有显示出说 并没有显示出说 他有发现第三批文件 so far到现在是第二批文件 在两批文件里面 有分类档案的 有分类档案就是 分类档案讲的是绝密文件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故事 那拜登说众所周知 天下说今天刚才所有人都知道 我对国家机密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所以我的车库门就关了 就上个锁了 挺好的一把锁 这是我说真的挺好的一把锁 你把锁就像他一样 就像这辆车一样 是个老爷索 是个老爷索 随便怎么串不串不就都折了他 大概就是这么个 基本上是这么个交代 那这个交代呢 我们用的是福克斯新网报道 这个交代就说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 拜登是如何对待机密文件的 所有人都知道 所谓的国家机密文件的故事 在现任的美国总统 历届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故事当中发在身上 那没有任何人去谈川普 但是就讲说 那你拜登和你拜登之下的司法部 在面对川普的一切 无疑是真正的迫害 这就是无疑是一种迫害 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 你们干的方式 不可能放在车库里 然后说我的车库有把锁 这是不可能 不可能说的 所以川普处理文件的 所有的手法 跟你们是一模一样 那无论美国左派的势力来讲 或者说美国政府的势力来讲 那他的所作所为 就是显然一见 就是大家就知道这是故事 对不对 那在邪恶的人眼里面 法律成为了助纣为虐的真正的邪恶的工具 不是法律的问题 是你们这些生命本身的问题 他透显出今天 这些生命本身的品质 他的品质的一切 透显出今天 美国国运所遭 美国国家所遭到这份厄运 其实这是真正 真正正正的 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说 它是美国政府整体的一个 一个这个东西 你让他怎么办 你让他怎么办 这是一个 你现在看不到任何巴尔在说话 对不对 你看不到任何巴尔在说话 那是川普的这个司法部长 已经说了 那不是川普选的 那是麦克乃尔选的 那是参议院选的 没错啊 那川普也没招 你就得听他选啊 最高法院都是川普 三个法官是川普任命的 他说也不是川普选的 对啊 这是没错 大家讲的是对 所以他没办法 他无论有多大本事 他除非他一个人 这国家是我的 是我们家的 这国家改姓的 对不对 姓姓姓姓 姓川普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不是 对不对 他叫民主 对不对 他叫选举 对不对 他叫法律 所以这样的框架的一切 就把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真实的故事 给框在这里 所以今天拜登 就是一面镜的 今天的出现的故事 是一面镜的 就是完全照出了 今天2020年大选之后 所上来的美国政府 你不叫他政党也好 你只能叫政府 因为是总统 是司法部 是国家安全局 是FBI 是今天的 美国的国家档案局 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都是工作的 对不对 他是工作的 是配钱的 你可以把他开除 但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的是国家 其实川普认识的蛮清楚 说这个国家在出马 真正出了问题 国家在衰败 这就是这个故事 基本上这样 就像说 为什么你让美国再伟大 他再上去 然后呢 你一个人干呢 你怎么干 他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他揭示出来的是真相 而要想扭转这一份东西 不是今天一朝一夕的 不是一见如可 根本不是 这是一个整体 那作为左派 作为今天拜登所做的一切 展示出来 还有大批的美国人替他 来袒护的 他没有 他其实就有一张纸 他只有十张纸 那川普有三百张纸 就我说那个 有些事干了一次 就等于干了一辈子 你永远洗不清 对不对 小偷 偷 隔壁老王 对吧 街上那大姐 那个爹 那个妈 那拜登你胡说 小鬼鬼你个大头鬼 就这个 他表现的是品质 当代人说 他只干过一次 那你先生干过一次 成不成 怎么是用次数说的 这就是当他还能说出话来 当民主党人 左派的势力 当左派的媒体 还可以说出话来 替他袒护的话 那东西是什么 那东西是什么 所以这是 这就是今天 美国真正的故事 那司法部长呢 加兰说一点半 他会说话 那他就是他也听 我说句心里话 他挺拽的 就是挺梗挺拽的 这么个家伙 在他的特拉华 特拉华州的车库里 在他那一辆叫 叫维克特 维克特就是那辆车了 看到了 发现了分类档案 在他办公室里 发现了一份 在他 在他这里面 发现更多的 令人瞠目结舌的就是 2017年 卸任副总统之后 他把这些档案 竟然带到了自己的家 然后他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把这些档案 带到了自己家 然后我说 什么都不知道 加了一点半要说话 然后 这是福克斯记者 说你的护卫舰 就是那辆车 你的护卫舰 边上有机密档案 你想干嘛 你到底想干嘛 他说 我的护卫舰上都上锁了 好吧 真的 他们没 我汇车没放在马路上 你见过这么老赖屁鬼的吗 你见过这么老赖屁鬼的吗 文句话只是叫赖皮了 说他真的上锁了吗 然后记者问 他真上锁了吗 拜托 真的真的 我真的上锁了 我为什么不上锁 还有我那辆车呢 他的车 比这个国家机密档案重要 所以他上锁的车库 是为了他的车 不是为了那机密档案 那机密档案 连他们家手指都不如 但是呢 当把这一套放在川普身上的时候 故事是另外一个说法 所以这就是 他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为什么 他的白宫发言人不敢说话 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我当然得上锁 因为还有我那辆车呢 就像我早些时候说的 人们都知道 我很认真对待 绝密机密材料 那就就是这么回事了 我也跟你们说过 我跟司法部是完全充分的合作 这个过程 我的律师审查 检查了所有可能存答案的地方 从我担任副总统以来 他们所有答案都查过了 他们昨天晚上完成了 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些 就在这个箱子里头 这是他的车 记者挺厉害 就在这个箱子里 这就是国家机密 你看看FBI对待川普 所谓的国家机密 你看看所有这些故事 所以这是在揭示着今天 这样的故事揭示着今天 美国政府 美国县任的美国政府 他整体肩架结构的率败 他其实是 现在的肩架结构 无以抵抗 一个道德沦丧 毫无人类道德基础的 这样的权利者的拥有 他抵抗不了 就是他的肩架结构抵抗不了 美国的肩架结构 是政府整个三权分立的肩架结构 是给予那些拥有道德的人 向神跪下来的人 不会在神的面前耍心玩耍心眼 对不对 我那车库上锁了 废话 那车在里头呢 对吧 这是他对待答案 国家机密答案的态度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 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了 那这是他的 然后他就 拜登警戒说 司法部马上接到了通知 律师们也安排了司法部 把这档案拿走了 所以 所以这是 你看看 我很自信 我相信了 然后 白宫的特别顾问 应该是白宫的 这是 就是政府派给川普 派给美国总统的律师 发布了一个书便声明 11月 在拜登中心 发现的档案 跟这个司法部 密切合作 所以 2001 2002年 11月2号 发现文件之后 司法部就知道了 完全知道 但没有公布 因为 公布之后 对11月8号的 美国选举 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然后 他律师又寻找了 总统在 威尔斯顿和特拉华的 海滩的住所 2017年 在那里住过 副总统的答案 也可能送到其他地方 但昨天晚上 整个律师完成了所有的审查 他没找他儿子的地方 其实很多故事 他没有去找他兄弟的地方 没有找他儿子的地方 所以这些都是故事 也就讲说 其实拜登也不知道 他把文件都扔在党了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也完全不在乎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政客 律师们在 在个人跟政治档案中发现了少量的机密档案 是奥巴马期间的 除了一份档案之外 其他所有这些档案都是在总统威尔顿住宅的车库里找到 相邻的房间储存中 发现了一份一页组成的档案 在另外一个海滩的住宅中没有发现 所以他的档案在车库里 档案是他车库大 人家有钱 所以所有档案都在那烂纸盒子里 还有一张纸在另外地方 所以这个其实你往下追 那么那张纸在那 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谁把那张纸拿过去 对不对 那档案就在你们家里堆着 那反过来 就是那拜登总统有多大可能 把国家机密档案 早已经以扔垃圾的方式扔出去 这是完全可以提到质问 就早已经被销毁了 私自销毁档案 私自扔掉档案 那是犯罪的 因为无以证明 那能够证明的应该是 应该能够证明的 应该是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 跟白宫的书记员 白宫的书记员 应该有着完整的一个list 在他执政期间 但这东西就是故事 你怎么找 对不对 那从2008年找到2016年 你怎么找 这个故事 然后下面就谈到 对海湖庄园的习记 对吧 川普呼吁习记他们家 那而拜登在最近两年 一直老去老回 威尔明顿的家 特勤局说 他没有储存 在那里储存任何记录 那CNN有所报道 一些相关内容 这部分内容没有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 那这个故事的本身 是展示的真相 就是展示的 今天的美国民选政府 你看到的故事真相 所以我说句难听话 要相信人的道德 而不是民主 民主随时都可以被盗窃的 要相信人的道德 而不是法律 法律随时可以杀掉 羞辱任何好人 就像川普面对的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